好 恭喜你 終於訓練了半年時間 到了明天就是9月18日的世紀大戰 我想問一下你現在的心情 有什麼感受呢 可不可以分享給所有記者朋友聽 十分之輕鬆的 因為我一向是大賽型的選手 我一出生就已經ready了 所以呢 叫做淡淡定定有天靜 我是非常之有信心 第一回合已經可以見婚了 好的 我們的男主角 香港電競之父 鍾培申先生 Derek 在賽前 我們準備了半年時間 在這段時間 我知道你用了很多心情去訓練 可不可以分享給大家聽 現在的心情是怎樣 I am fight ready 突然大力喊起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沒有啊 聽到記者說 會不會有咆哮 會不會有咆哮 會不會喊一下 即場的 甚至很澎湃 很excited 我不知怎樣去release我的能量 因為幾天沒有錯 我充分的能量 要release 忍著明天 啊 爆它 OK 那你現在來跟阿琳佑說 有什麼情勢 我剛剛以為在Facebook說 他願意扣30萬強仇 就是KO不到 現在呢 剛剛我聽到他說 好像說 不合理 怎麼都收了8萬 即他已經開始害怕 所以他直接說不take 是不是不take 即是交易就沒有了 我很想去take 就是說要改 跟教練打 或者要100萬 whatever 即是我覺得 如果我出個post 可以省30萬 為什麼不 即是現在就是一起跟之前的 我不知道 我希望 我希望 因為我今天呢 我聽完他講之前 我預期是 因為他出了個post 說接受 現在他剛剛又說不接受 即是跟之前最初最初的定案 即是待會你們還會再談 不談的了 因為他顧過口齒 他自己post 你自己打到Facebook 你看看他Facebook說什麼 你看看他Facebook說什麼 對 我回答了 原來不是的 但是 無論有還是沒有 都是會KO 你給多一百萬票 但是 你真的打我不低的話 你要跟我的教練 一門的 這個Henry Lee 你進行立刻打回牆 那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當時他幾個月前 挑戰過我的教練 我覺得這個恩怨應該要了結他 我就不貪心 你給一百萬票可以 二百萬票我不用 但是他就沒有接受我 因為他簡直是當我是OK 他原本的腰藥就是 我不躺下給多一百萬票 他就這樣算了 所以其實看我自己的法律背景 沒有任何大成都熱言 都是原本的那個合約 那就是你昨天還在出現 所以其實你是完全 心情已經準備得好 唉輕鬆 已經準備好了很久了 所以我也沒有什麼感覺 該出去就出去 該拍拖 對嗎 OK 那但是 其實你有沒有已經準備 要慶祝 或者如何慶功 我覺得 如果沒有什麼特別驚喜 我又不用說 就要很大的慶祝 因為我自己對這個比賽的想像 就是到時候會發生什麼事 我都想得很周全 所以 你說小小慶功 我一定會做 但是你說 不用做到很大 由於我沒有 真的覺得結果 會很大 很大意外 所以我又沒有想到這樣做 不是很大意外的意思 是你已經想到自己贏了 一定 我想我是贏了 我覺得 我是不停止自己 沒有一個回合 會做什麼 分分鐘入回合 就可以收工 已經想好了 已經想好了 那你又不可以收工 你都不太貴 喂大哥 那我最緊要我收工 是不是 我完成工作就走了 有沒有今晚 就是在比賽之前 有沒有什麼準備 我們一看今晚的電影場不像 就是希望我們放鬆一下 看看電影 最近我們都經常入戲院 沒有什麼人載我們 演藝場的人都比較趕 那你有沒有準備什麼 你講賽前還是賽後 賽前還是賽後 賽前就是不要理他 給點時間 他吃醉了 不要煩他 那賽後 你們最想賽後做什麼 我成全 賽後我最想是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觀眾 粉絲可以來找我買包容 那這個是不關我的事 這也關我的事 我成全你 找到盆滿盆滿的時候 你就不用了 他現在賺錢賺了很多 這幾個年都會照顧 這幾個年都會照顧